宣化上人28年前就成功预言,心形肺炎 欢迎收看4月22号报道正能量新闻的新闻最正点 本集新闻由日本男士第一护理品牌MARO赞助播出 行动本之令来到第36天了 我是马来西亚南台,郑宾念 新闻最正点持续为您报道正能量新闻 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确诊人数 卫生总监诺西山今天宣布 大马新增50人确诊 累计确诊达5532人 一人死亡 累计死亡人数达93人 不过也有103人出院 累计出院达3452人 今天的出院人数超过确诊人数一倍 想回城市上班 下载Grad Malaysia申请 如果你人在家乡 想回到城市工作 现在可以申请了 国防部高级部长拿督斯利伊斯迈·沙比利指出 有意从家乡回到工作地点的人士 可以从4月25号开始 通过Grad Malaysia的应用程序申请 并提供姓名和人数 基于没有电话的人 可以在临近的警局申请 暖男军警 护送老人回家 70岁老妇外出买菜后 却忘了回家的路 晚上一个人无助地坐在商店门口 幸好遇上正在巡逻的军警 把老妇安全送回家 斯利安南警区表扬对老妇 伸出援手的两位警员 而贴文底下也有不少网民留言 称赞军警的善举 接下来是商业资讯 天气炎热不怕 MARO让你头皮清爽 天气炎热让你头皮难受 来试试日本男士第一护理品牌 MARO来洗发吧 MARO 3D Volume Up库洗发水 拥有抗扁塌 强健法 浓发感 三大功效 它含有世界首创的Defense Cup成分 独家配方调理头皮 MARO的3D Fiber X 还能让头皮蓬松度 增加多达1.5倍 更立体 炎热的天气 使用MARO洗发水 绝对让你清凉爽快 预知更多MARO 3D Volume Up 酷洗发水的产品详情 请扫描二维码 感谢日本第一男士护理品牌MARO 赞助本集的新闻最热点 让我们有能力 继续为您报道正能量新闻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 交给国际组主播陈学生 你好 我是陈学生 马上为您报道国际新闻 缅甸菜市场完美示范社交距离 保持社交距离是防止冠病传播的重要措施 而缅甸的一个菜市场 很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 严守社交距离的菜市场 菜市场的地上被画上了许多的格子 而摊主们就在格子里面摆摊 保持着一米的社交距离 攻击穿牛仔裤成网红 如今动物也能成为网红 美国的一名农场主人 常常为他的动物 穿上各式各样的衣服 为他们拍照 再上传到社交媒体 这些穿上时尚衣服的动物 就像是一个个自信的模特儿 非常吸引网民的目光 其中一只攻击穿上了牛仔裤 看起来十分英俊 不过也有网民不赞同为动物穿上衣服 高僧92年预言肺炎成真 1992年的时候 佛教高僧宣化上人曾经预言 一种新肺炎病毒的爆发 将会威胁全人类 他也提到这种肺炎非常厉害 只要两人握手或者是面对面讲话 都有可能传染 他所描述的新肺炎病毒 与新冠肺炎几乎一模一样 不小心突认为他预言成真 不过最令人担心的是 宣化上人预言 这是本世纪最厉害的病毒 全世界的人会死去一半 宣化上人预言的准确度实在是惊人 不过我觉得 只要我们做好防疫措施 保护好自己和身边的人 我们就能避免他所说的 那个可怕的现象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 交回给宾宴 谢谢 宣化上人的这本漫画 很多学佛的都看过 无论你认不认同他的论点 但可以肯定的是 无论是基督教 佛教还是其他的宗教 都曾经预言 未来会有大劫难 并强调唯有行善 才能获得神的救赎 唯有行善 才能避开劫难 即便发生世界末日 神也不会消灭全世界的人 因为这个世界上 还有善良的人 愿你永远保持一颗善良的心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最热点 我是马来西亚南台 郑明燕 我们明天见 我就是要你 我就是要你 我就是要你好看 神奋 就要走 会 流洒 他